一天蒸发10万亿 如果俄罗斯切断海底光缆 美国会出现经济危机吗 如今的美国一直在各方面 想方设法制裁俄罗斯 忍无可忍的俄罗斯前段时间 他也表示 如果美国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那他就会把美国的海底光缆直接给切断 美国一听这消息也非常的紧张 俄罗斯现在执政的人是普京 他可是说一不二的 一旦海底光缆被切断 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损失10万亿美元 如果俄罗斯切断美国的海底光缆 美国会出现经济危机吗 可能有许多朋友并不知道海底光缆是什么 如果用最通俗最容易理解来形容的话 全世界各国的互联网 就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局域网 想要让这些局域网连通起来 就必须要用到海底光缆 从这些方面也能够看出来 海底光缆的重要性 也正是因为有海底光缆 才能够让地球村的网络连接起来 现在我国的网友可以去亚马逊买东西 那也是因为有海底光缆的帮助 外国人能够看到我们的抖音以及微博 那也是因为海底光缆起到的作用 国与国之间想要进行电信传输的话 也同样得使用到海底光缆 只有这样做 才能够保持全球通信数据稳定 海底光缆的传送速度也非常的快 甚至能够高于通信的卫星 全世界各国对海底光缆都非常的重视 所以俄罗斯说出这样的话 美国才会如此慌张 海底光缆有多重要 海底光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它在使用的时候 能够防止受到外界的干扰 并且海底光缆的容量也非常的大 如果拿它和卫星通讯来比较的话 海底光缆在进行工作的时候 不会出现任何的延迟 并且海底光缆的使用寿命也很长 可以连续工作25年 而人造通讯卫星 它的寿命都只有15年 并且卫星的回收成本非常的贵 使用卫星进行通讯的话 缺点会更加的多 海底光缆它的铺设成本也并不用太贵 优点非常的多 所以现在全世界各国都使用了海底光缆 根据不完全数据统计 现在全世界的海底光缆数量达到了500多条 全世界各国之间有95%以上的数据通信 都是使用海底光缆进行传送的 全世界各国有一万多家金融机构就是海底光缆 为他们提供的数据传送服务 每一天海底光缆进行的交易金额 那真的是不计其数 如果说海底光缆被切断的话 全世界各国人们享用到的互联网服务也会被终止 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数字交易都没有办法进行 现在这个时代是依靠各种数据而生存的 如果信息没有办法及时传递的话 那么许多工作也只能被迫停下来 金融行业会遭到致命的打击 如果俄罗斯切断海底光缆 美国会出现经济危机吗 美国的金融中心是华尔街 华尔街在全世界的地位都非常的高 因此这里也是世界金融中心 这里的金融机构想要传送数据的话 就必须得使用到海底光缆 不然压根就没有办法进行传送 如果说这些光缆被切断的话 给美国绝对会带来灭顶之灾 美国的经济百分百会出现停滞 美国对于这样的情况也非常的慌张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美国平均每一天的金融交易都达到了十多万亿美元 如果真的把战斗民族俄罗斯给逼急了 切断海底光缆的话 就相当于美国半年的收入全部都打了水漂 两个国家会搞得鱼死网破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并且海底光缆出现问题给美国带来的损失 金钱压根就没有办法去估量 但现在俄罗斯会不会这样做 绝大多数可能它只是用这样来恐吓美国的 因为海底光缆俄罗斯也在使用 如果是用这种办法的话 那真的是杀敌一千字损八百 现在来看的话 俄罗斯还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如果未来美国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那就不一定了 切断海底光缆不仅会对美国造成影响 对全世界来说 也是致命的打击 许多国家之间的通信也会变得没有那么方便 你认为如果把俄罗斯逼急了 它会这么做吗 对不起 对不起 都不愿意的